ESA 只想跟自己說的話是 就是謝謝你 雖然過程可能很痛苦 可能很難熬 但是你還是選擇繼續堅持下來 在我身上來講 我想看到的比較是對自己的突破 你有突破那才是對自己的肯定 我覺得施向拳是一個很特別的運動 我希望自己是可以突破8000分 感覺過了8000分就可以跟世界接口 五項它跨的領域比較多 考驗選手的耐力、速度、穩定性 沒有設定說一定要打到幾歲 在我能夠調整好我自己身體的感覺 然後持續的訓練 台運道比賽的時間比較短 也比較精采一點 肢體接觸的那種在世 那就是一顆球啊 你可以把它丟得很遠 然後又跟一顆16磅的保齡球一樣 你覺得一般人可以把它推得出去 這是一個成就感 有得必有失 你得到的這一些 都是用你失去的來實現的 或許年輕人可以從我們的身上 學到一些態度 或是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可以讓他們更專注 投入在這項運動上面 好像可以靠這個這樣去看很多世界 然後慢慢的累積到現在 然後也有參加全運會啊 想要再看自己能夠到什麼程度 在台南就感覺比較好啊 因為中生活比賽在台南嘛 第一次參加全國運動會就是在台南 96年的全運會 其實這樣子相隔16年 這次全運會辦在台南市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在高雄集訓的時候 我時不時放假也是往台南跑 所以其實我覺得台南就像我 第二個這樣 很難得有這麼大型的比賽在台南 就是我的家鄉 然後我非常高興 我也會盡全力幫台南爭取冠軍 相信今年可以把金牌留在台南裡 剛好在自己的家鄉 也希望可以為自己的家鄉拿下金牌 回到自己的主場嘛 當然對自己 對我們的城市是非常有信心的 終於回來台南了 那在台南的話 我就好好的掌握這次機會 全運會目標就拿金牌而已啊 目標絕對就是200公尺的5連8 16年這樣下來 然後如果可以從台南開始 再從台南結束 我覺得是蠻完美的啦 這場全國運對我來講 會意義比較不一樣 就是希望能在家鄉做一個完美的ending 我是胡翔即將代表台南市 參加全國運動會現在五項 我是方瑋玲 我是台南空手道選手簡慧萱 我是全球選手馬奧維 我是劉岩婷 我是楊和珍 112年全國運在台南 112年全國運在台南 112台南全國運動會 112全國運在台南 全運會 當我可以見白 一定要來喔 我在台南等你 我在台南等你來 等你 全運會在台南 記得來看我比賽 全國運動會在台南 我在這裡等你喔 這是一包 肥腾肥的重量 這是一杯 綠豆沙流來的重量 這是一碗 台南牛肉餐的重量 這是我能夠舉起的重量 大家可以來幫我加油 也可以來台南 享受一些小吃跟美食 在有兩天 還有一碗 是一碗 那就是一碗 我們看過 你還要不怕 是一碗 是一碗 你還要不怕